How are you guys doing? 我是素哥 不知道大家对于蓝色巡连IBM的了解是多少 那我们今天呢 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2022-2013 IBM在云端伺服器CPU 这个产业的一个简介 好 那我们赶快开始吧 说到IBM呢 不知道你们印象是怎么样 那可能很多人的印象是在 ThinkPad小红点这个笔电 又或是之前XATX的伺服器 卖给联想LENOMO 那还有一些人印象就是说 可能是美国太空人登月用的那个超级电脑 它就是用的IBM嘛 那当然还有一部分的可能想法是说 IBM不是卖掉好多的事业 它现在好像没什么竞争力 它是不是已经衰退了 那大家可能给有些人这样的印象 其实IBM在伺服器这个领域 一直是寄住力还不错的 它主要在量子电脑 还有HPC 高阶运算这个部分 它还处于领先的地位 那不过呢 在近20年来 伺服器跟CPU的市占率一直在衰退 像它伺服器的部分 就被品牌商像HPE 还有DALE这些给超越嘛 那再来CPU部分就被 Intel跟AMD所占据嘛 那比如说现在主要主流市场 还是以X86系统为主 那不过呢 其实IBM 它还主要在金融业 制造业还有电信跟交通 这几个领域 其实还有蛮不错的营收跟市占率 那不过它近年来 它有做一个企业转型 注重在企业用户的部分 所以可能对我们一般的消费者 其实对IBM这个名词 其实是相当陌生的 那今年2022呢 IBM特别注重在 Hybrid Infrastructure 这样的概念 那它提供的是一个 一整套的服务 那它这个整套服务 不是单纯的就是咨询服务 或者是可能销售硬体的部分 那其实还提供了就是 企业转型上云 甚至还有云端的 一整套的平台服务 那这些不一样的项目 就是IBM现在所提供的 那当然它会有这么多的服务 最主要原因是 它在2018年时候 买下了Red Hat 那所以它就会有这么多的 云端产品去做搭配 在云服务方面 IBM新武前提供了 IaaS PaaS SaaS 这三种的云端服务架构 在IaaS部分 可以看到有 IBM Cloud 那还有Rexbase Cloud 還有OpenStack 那这是IaaS部分 那IaaS呢 它是什么 它就是大致上提供你 那你可以选择你想要的 CPU 记忆体的伺服器 那你可以自行安装想要的 使用的作业系统 那建立自己想要使用的软体 那就是IaaS的概念 那PaaS呢 是像IBM有Red Hat的OpenStreet 那还有Red Hat的Enterprise Linux 那PaaS又是什么 它其实大致上就提供你一个平台 那它的伺服器作业系统 其实都帮你弄好了 那你是从云端去连进去 那你可以自行建立你想要使用的APP 并存放资料在这个平台的上面 好 那在SaaS的部分呢 那IBM有IBM Cloud Packs 那还有Red Hat的Marketplace 大概是它这几个软体的服务 那SaaS呢 它概念上就是 它提供你一个软体服务 那其实就像是Google Doc Google文件 Google Drive 这样的东西 那它提供了软体跟资料储存 都是在它的云端平台上面 好 那我们可以稍微看一下下面的图呢 那这个图呢 就是它IBM的部分 它有提供的服务 它有咨询服务嘛 那还有提供了IBM的Software的部分 就是CloudPacks 然后这个它们有名的自动化 AI的部分 那一些不同的交易模式 那中间最有名的就是它的混合云的部分 就是它买了Red Hat的产品嘛 那它就提供了 Openship Red Hat Enterprise 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PAAS 那再来是IBM提供的 Infrastructure的部分 就是它们硬贴部分嘛 就像ZC System 就是它们的高阶伺服器 那跟Distribute Infrastructure的部分了 那这个部分呢 它的概念就是 IBM的Cloud 还有它的Power的制服器 还有Story的产品 那它有一些咨询的 Infrastructure的一些服务资源 那它甚至它的整个服务 这些部分也有做一个合作 好 那大家可能不知道说 在Cloud服务里面呢 2022Q3 IBM市场也其实也有第五名 3到4个% 那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图表的部分 其实 AWS是最大众的 就是 34% 那再来是Microsoft微软的21% 再来是Google 11% 那最后才是第五名的IBM嘛 好 那这个是云端服务的部分 再来是CPU与伺服器的部分 那基本上 在高阶伺服器平台的部分呢 嗯 IBM在今年 2024月推出了 最新的Z16平台的CPU 那去搭配它的伺服器 好 那在这个CPU部分 它具有8核心5GHz 那它还有256MB L3 Cache 那就是IBM主力的高阶伺服器 Z16的一个核心 那它提供IBM伺服器硬体试验 也可以蛮大的给营收成长 那基本上 IBMZ系统会用在 像量子电脑运算 还有高阶的HPC 那企业的混合余架构 好 那再来是中低阶的PowerCPU部分 它在这一两年 推出了最新的第十代Power 10 CPU 那它有4到24核心 甚至有2.45到4GHz 不同的规格的CPU可以做搭配 那你就搭配它的Power系列伺服器 那像是 在今年2022 7月推出的 第中阶伺服器 Power S1014 S1022 S1022 S1024 到E1050 还有在2021 9月推出的 中阶企的 企业级的E1080 这样的部分 好 那接下来我们可以看一下 就是根据IBM2022Q3的财报 我们可以发现说 Z系统跟Power系统 对于整体的营充其实蛮大的注意 它的主要的硬体的营充在2022Q3 它就1.9个Billion 好 那再补充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说 这个 其实它的财报有注解 就是说 Dispity Infrastructure 它是有包含了这个所谓的Powered Hardware Powered硬体 还有OS部分 还有储存的部分 Storage部分 那它还有IBM Cloud IAS平台 那还有OEM的一些服务 那这个是主要它的 整体的营充的一个大概介绍 那大家可以稍微看一下财报它的状况 其实Q3的部分其实还不错了 那它整体营充也有3.4个Billion 然后它的成长也不错 大家稍微看一下 好 那这个是它的一个营充的一个概念成长 大家可以看一下说 Z系统的部分 其实跟它的Hybrid Cloud的成长是有点关系 就是说硬体 跟它的Hybrid Cloud的营充是有相关联的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图 2022 Q1 Q2 Q3 它有一个成长的概念 好 那接下来我给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下面这个 一些分析报告 它没有指出就是IBM伺服器的相关营充 在2023到2022之间 其实会有蛮大不少的成长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图表 其实它是一个稳定的一个缓缓成长的曲线 最后是结论的部分 那IBM这个蓝色巨人呢 纵使它的影响已经不比2、30年前了 但是呢 它在企业用户Fortune 500大 财富百大的企业 还有具有不可或缺的一席之地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 它在2018 买的Red Hat的部分 它的0010系统也是整个系统的一个交交者 那最后 那它的CPU跟伺服器的部分 其实也慢慢默默的影响整个全世界的发展 那这个是IBM的一个介绍 那我们今天就介绍到这边 有什么消息 我们以后也会跟大家继续分享 那今天就到这边 再见